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悬疑惊悚片 蒙漏雄光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 某写字楼的地下停车库里 发生了一起害人听闻的凶案 案件的开始 首先传来了两声枪响 车库管理员蒙圈地争蒙圈的时候 一辆面包车风驰电车的冲了过来 把蒙圈地撞死之后并没有停车 而是拖着蒙圈地的尸体继续疯狂逃犯 众案组的嘉辉阿祥和同事们 很快到达拉万发现场 老许亲自对目击证人进行了询问 根据停车场收费员的发言 除了两个跑龙套的 还有一个鬼鬼祟祟皮肤幽黑的男人 从其他证人那里警方得知 撞死车库管理员蒙圈地的面包车里 大概有三四个人 这嘉辉是老行真了 在现场向来不会放过任何的蛀丝马迹 他在车库里悬目了一会之后 发现了一辆行迹十分可疑的汽车 嘉辉的嗅觉十分灵敏 在圈子里有一个非常卡哇伊的昵称 名叫赛京犬 说了那位皮肤幽黑的男人刘青云 当警方正准备对青云家进行搜查的时候 青云的女朋友小郭赶到 小郭和青云已经谈了十年的恋爱 两人为啥还不结婚至今仍是个谜 青云以前在一家印刷厂当主管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被辞退 目前在一家计算机公司 做兼职的程序设计员 根据警方的调查和小郭的资数 青云和小郭曾向高利贷借有钱 不过最近好像已经还清了 警方根据停车场提供的监控录像 发现案发当晚青云被一帮人给绑架 正是这辆绑架青云的面包车 把停车场管理员蒙圈里撞死 这个青云既没有仇家 也没有跟别人发生矛盾 这帮人为啥要绑架一个穷光蛋呢 这让警方是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查出这群绑匪的真正目的 警方监听了小郭和青云家的电话 天黑之后小郭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 对方说青云此时正在 伯福林道4号的山景酒店 随后嘉辉和阿祥带着小郭 抢往山景酒店 这个山景酒店可不一般 多年前酒店老板怀疑自己的老婆出轨 于是杀了老婆之后 和儿子一起吃老鼠药自杀了 据说一家三口死后不久 那酒店就开始闹鬼 一到晚上就狼哭鬼叫的 甭提多少闹 已经成了附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要说这酒店确实挺邪门的 嘉辉进去之后就产生了幻觉 犹如闪铃网而重现 吓得他是一阵阵的干态 当年酒店老板杀了老婆之后 还在墙上写下了 怨此刻涌流的字样 可以说跟杀人者武松 有异曲公公之妙 嘉辉和阿强寻没了半天 终于发现了倒吊在房间里的青云 被解救出来的青云性情大别 以前这哥们爱说爱笑 整天欢言巧语 跟大姑娘小寡妇下空道 可现在是三脚踹不出个屁 跟双打的茄子似的 彻底的尿了 性格虽然变得内向了 但这哥们的酒量减着 一瓶白酒几口就会喝完了 然后就开始大口的吐 吐得是七分八素 听了警方对山景酒店凶案的介绍 小郭当时就吓鸟 小郭说青云已经戒酒多年 今儿喝这么多肯定是不正常 回家之后 青云变得是越来越反常了 可怕小郭吓得不清 嘉辉在检查青云的汽车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了一些 已经变干的血液 小郭晚上回到家 发现青云把他精心培育的 鲜花给糟蹋 整个话坛被青云全给抹平 转过天 青云到金融管理局 找老同学借钱 趁着老同学取钱的时候 他把电脑里重要的资料靠走 也不知道这哥们在搞什么貌腻 忙活完之后 青云为小郭买了生日礼物 打算给女朋友一个惊喜 可当他来到小郭公司楼下的时候 发现小郭居然被嘉辉给接走了 这嘉辉虽然是一名警察 但青云反常的表现 让他认为很有可能是 招惹了酒店里的鬼魂 为了稀释惊人 他便带着小郭来到山景酒店 给鬼魂上了三炷香 希望鬼带也能高抬贵手放青云密码 嘉辉在屋里瞎悬崩的时候 在椅子下面发现了一截雪茄烟的烟灰 和一张酒店老板的照片 种种迹象表明 青云很有可能 被山景酒店老板的鬼魂给赴了身 之所以这么猜测 是因为小郭晚上睡觉的时候 青云突然拿着柴头 质问小郭和嘉辉的关系 粪门的表情和语气 跟当年山景酒店老板 简直是如出一辙 把小郭吓得是花质乱颤 心脏病差点犯 为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嘉辉和阿翔跟踪青云来到一酒吧 通过酒吧里服务生提供的情况 两人得知青云刚才在这里打过一个电话 根据电话的地址 嘉辉和阿翔来到了一云老师的家里 里边那位老师刚打开门 绑架青云的那帮匪徒 突然叮了光当就开了枪 老大雪佳哥带着阿兴的人杀了出来 在这场枪展中 阿翔的气氛顺利的杀了清了 怒不可遏的嘉辉 马上把青云抓到了警察局 上去就是一弄胖揍 可不管嘉辉怎么行军逼顾 青云就是不说实话 就在这个时候 小郭的同事报道说 小郭被一帮蒙面匪徒也绑架 根据青云的供述 因为借高利贷还不上 所以这帮人才绑架了他 这次绑架他女朋友小郭 估计还是会聊天 不过嘉辉对青云所说的这些一点都不紧 因为根据他的经验判断 这帮人不会因为高利贷 又是绑架又是杀人 不知道 要说青云这辈子活得挺不容易 家庭没什么背景 参加工作之后全靠一个人打拼 好不容易带牌买了套房 又改上了金融风暴 然后又被一刷厂给辞退了 把这哥们逼的是走投无路的 想自杀吧又没那个勇气 想得个精神病 把这些糟心事撇个一干二净 又没那个好命 可以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哥们正发泄情绪的时候 绑匪突然打了个电话 让他第二天上午十点 在约定地点见面 转过天警察们跟着青云触发了 不过这帮匪徒十分狡猾 居然用船把青云给借了 原来青云之前向雪佳哥借高利贷的时候 总是通过一个叫陈东的诸年人 当青云把钱交给陈东还高利贷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陈东居然把钱给私端了 青云一怒之下就把陈东给插了 他车上的血迹就是收拾陈东的时候留下来的 为了逼青云替他们做事还钱 雪佳哥和哈兴等人采取了 威逼利有连下午带恐吓的手段 很快就做通了青云的思想工作 那么这帮人威胁青云到底想干什么呢 原来青云之前在印钞厂工作 雪佳哥等人想通过青云这位印钞厂的技术骨干 潜入印钞厂开动印钞机印一批钞票出来 哎呀不得不说编剧们的脑洞大得太可怕 估计天方夜谭都不干这么些 且不说印钞厂的安保措施有多么的森严 单就印钞票的工序 个人觉得根本就不是一个技术骨干能玩的转 即便是印出来的 能不能花的出去都是个问题 为了顺利进入印钞厂 雪佳哥等人还把印钞厂的主席两口子给绑架 小郭被雪佳哥释放之后 把自己被囚禁的大概位置告诉了嘉辉 嘉辉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青云很有可能再跟匪徒们合作 根据小郭提供的情况 嘉辉和同事们上传查找匪徒的踪迹 发现了雪佳哥等人准备打劫进行的计划 嘉辉说不对 如果他们要打劫进行 那么要青云这个计算机专家干什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肯定是匪徒们释放的腰带 哎呀不得不说嘉辉真是个神探 小郭回到家收到了青云的字条 说冰箱里有一张飞往泰国的机票 你赶快啥子聊 到时候我们电话联系 机票确实在冰箱里 不过小郭并没有走 嘉辉打电话询问小郭 才知道青云原来在印钞厂工作 晚上嘉辉老曲等人开着车 摸到了印钞厂的门口 此时印钞厂里的安保主管 已经被雪佳哥等人给控制 车间里青云和匪徒们正在印划钞票 全都是一千块一张的 花里胡哨的看得人眼花了乱 青云趁阿兴麻痹大意的时候 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他首先把阿兴困在了钞票的切割机里 然后又砸死了另一匪处大图标 最后带着钱和印钞厂主席的老婆 开车离开了印钞厂 老大雪佳哥一看这局面 也是一阵干颤 他刚打算把人质都给干掉 负责安保的主管突然开始反击 听到警报声的警察们急忙冲了进去 雪佳哥一看大事不好就打算塞阿兹跑 被警察一枪一击逼 青云这边正忙活着 小郭那边也没钱 这警方砸开青云休息了花单 发现了被青云杀害的中间人沉冬的尸体 当小郭正打算报警的时候 青云突然回来 非要小郭跟着他远走高飞 此时的小郭早就吓跳 他根本无法相信 以前那么老实巴交的男朋友 怎么会突然又是杀人又是抢劫 这不可取 青云一看小郭不愿意跟自己走 于是便打算跟小郭通归一击 但小郭对青云的这个想法 显然有不同意见 既然谈判破裂了 那就只能动手 小郭为了保命也是豁出去了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一片坟地 这个时候家灰即时赶到 双方没有废话 直接就开了枪 青云中弹之后 顺着阶梯滚到了坟地 影片的最后 身负重伤的青云坐在一块墓碑前自杀 没有了宿主 山井酒店的老板和儿子的鬼魂溜达出来 哎呀 好好的一部警匪动作片 非要把鬼家神的掺和你 搞得不伦不类我也只醉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动作悬疑加枪战 本来感觉挺好看 前后非要加个鬼 你说扯淡不扯淡